原本以为孩子放假了 就不用那么麻烦了 但我似乎忘了早餐这回事 之前上学可以在外面吃 现在放假了外面又很冷 都不想出门 还要想方设法做不一样的早餐 头疼死了 今天就简单来煎个韭菜鸡蛋饼吃吧 韭菜切碎 火腿肠切成丁 切完装进韭菜的盆中 打入三个母鸡下的蛋 200克煎饼粉 最后加入170克清水搅拌均匀 搅到这种程度就可以了 锅中刷一层花生油 然后均匀摊入面糊 大小根据自己喜欢的来决定 定情后翻另一面煎 继续翻另一面煎 煎至这种凉面金黄就可以出锅 软软的口感 好吃 快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